晚上好 这里是枕边经典 每天晚上 应游和泥巴陪你一起 重温经典作家的文字或者故事 今天晚上为您带来的是 来自龙应台的文字 中国人 你为什么不生气 在昨晚的电视新闻中 有人微笑着说 你把检验不合格的厂商都揭露了 教这些做生意的人怎么吃饭呢 我觉得恶心 觉得愤怒 但我生气的对象 倒不是这位人士 而是台湾一千八百万懦弱的 自私的中国人 我所不能了解的是 中国人 你为什么不生气 包德府的苦海余生 英文原本中有一段在台湾的经验 他说 我看见一辆车子 把小孩撞伤了 一脸的血 过路的人很多 却没有一个人停下来 帮助受伤的小孩 或者谴责肇事的人 我在美国读到这一段 曾经很肯定地跟朋友说 不可能的 中国人以人情为自诩 这种情况简直不可能 回国一年了 我睁大眼睛 发觉包德府所描述的 不止可能 根本就是每天发生 随地可见的生活常态 在台湾 最容易生存的 不是蝉狼 而是坏人 因为中国人怕事 自私 只要不杀到他床上去 他宁可闭着眼睛假媚 我看见摊贩 占据着你家的棋楼 在那烧火洗锅 使走廊 垢上一层厚厚的油污 腐臭的菜叶塞在墙角 半夜里吃客 喝酒 猜拳作乐 吵得鸡犬不宁 你为什么不生气 你为什么不跟他说 滚蛋 哎呀不改啊 这些摊贩都是流氓 会动刀子的 那么为什么不找警察呢 警察跟摊贩相熟了 报了也没有用 到时候若报了光 那才真是惹祸上门呢 所以呢 所以忍呀 反正中国人讲忍耐 你耸耸肩摇摇头 在一个法治上轨道的社会里 人是有权力生气的 受折磨的你 首先应该双手插腰 很愤怒地对摊贩说 请你滚蛋 他们不走 就请警察来 若发觉警察与小贩有勾结 那更严重 这一团怒火 应该往上交 交到警察肃清纪律为止 烧到摊贩离开你家为止 可你什么都不做 畏缩地把门窗关上 耸耸肩摇摇头 我看见成百的人 到淡水河畔去欣赏 落日去钓鱼 我也看见淡水河畔 在住家整笼整笼地 把恶臭的垃圾 往河里倒 厕所的排泄管直接通到河底 河水一涨 窝晦气直逼到呼吸里来 爱河的人 你又为什么不生气呢 你为什么没有勇气 对那些丢气水瓶的少年郎 大声地说 你敢丢 我就把你丢进去 你静静地坐在那儿钓鱼 那已经布满癌细胞的鱼 想着今晚的鱼汤 假装没有看见 那个几百年都不化解了的气水瓶 你为什么不丢掉鱼竿 站起来告诉他你很生气 你看见计程车穿来插去 最后停在右转线上 却没有右转的意思 一整列向右转的车子 都停止下来 造成大堵塞 你坐在方向盘前 叹口气 觉得无奈 你为什么不生气 哦 跟计程车可理论不得 报上说了 司机都带着扁钻的 问题在于你们这二十几个受他阻碍的人 没有种推开车门 很果断地让他知道你们不耻他的行为 你们很愤怒 经过郊区 你闻到刺鼻的化学品燃烧的味道 走进海滩 看见工厂的废料大鼓大鼓地流进海里 把海水染成了一种奇异的颜色 湾里的小商人焚烧电缆 使湾里生出许多缺少脑子的婴儿 我们的下一代 眼睛明亮 嗓音稚嫩 脸颊透红的下一代 将在化学废料中学游泳 他们的血管里 将留着我们连名字都说不出来的毒素 你又为什么不生气呢 难道一定要等到 你自己的手臂也温柔地捧着一个无脑婴儿 你在无言地对天哭泣吗 西方人来到台湾观光 他们的旅行社频频定营 绝对不能吃摊子上的东西 最好也少上餐厅 饮料最好喝瓶装的 但台湾本地出产的也别喝 他们的饮料不保险 这是美丽宝岛的名誉 但是名誉还真是其次 最重要的是我们自己的健康 我们下一代的健康 一百位交大的学生食物中毒 这真的只是一场笑话吗 中国人的命就这么不值钱吗 好不容易总算有几个生气气来 组织了一个消费者团体 现在却又有着 站着毛坑不拉时的卫生署 为不知道什么人做说客的 立法委员要扼杀这个 还没做起装饰的组织 你怎么能够不生气呢 你怎么还有良心躲在角落里 做沉默的大多数呢 你以为你是好人 但是就因为你不生气 你忍耐你退让 所以摊贩把你的家 搞得像个破落的大杂院 所以台北的交通 一切屋檐瘴漲气 所以淡水河是条烂肠子 就是因为你不讲话 不骂人 不表意见 所以你最疼爱的娃娃 每天吃着 喝着 呼吸着化学毒素 你还在梦想着他大学毕业的那一天 你忘了 几年前在南部 有许多孕妇 怀胎九月中 他们也闭着眼睛 想孩子长大的那一天 却没有想到 吃了滴滴纯净的沙拉油 孩子生下来是瞎的 黑的 不要以为你是大学教授 所以做研究比较重要 不要以为你是杀猪的 所以没有人会听你的话 不要以为你是个学生 不够资格管社会的事情 你今天不生气 不站出来说话 明天 你 还有我 还有你 我的下一代 就要成为沉默的牺牲者 受害人 如果你有种 有良心 你现在就去告诉你的 公普立法委员 告诉卫生署 告诉环保局 你受够了 你很生气 你一定要很大声地说 好的 这就是今天为您分享的文章 看到这篇文章 想起了前一段时间 重庆公交车坠江的那个事故 如果车上 但凡有一个人能够站出来 不做沉默的大多数 我想也不会有这样的悲剧发生 很多时候 我们都习惯躲在角落里 做沉默的大多数 希望有人能够站起来 但往往这样沉默的代价 竟是自己的健康 生命 还有下一代的 生命健康 所以 该生气的时候 还必须要生气 该出手时 就出手 这是今天晚上的内容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关注我们的 育儿类公众号 我可能是个假妈妈 在微信直接搜索 假妈妈三个字的全评 再加数字2018 就可以看到了 我是泥巴 今天就是这样 下期 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